好我们来看政府要打房了 到底能不能打到七寸上 我们要问一下这个乌比创办人 你听到政府要打房 你是起一个加冷顺还是头头的脚 没有 我不是加冷顺 我觉得很好 很好 诚哥说 因为南北的温度不一样 你现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其实就没这么好 如果稍稍在地 稍在地北 稍在台中 稍在地 稍在台南 以上刚才讲的那些地方 那这一次最离谱的是 你想想看 你说台北 新北还好 还好啊 平平的温度 好像没什么凉 没什么热 但是你觉得说 竹北怎么会烧烫烫烫到这样 台中烫烫烫 然后台南烫烫烫 这个上面是有差别的 所以这一次 如果说他政府是打炒房 不是打房 刚才我们瑞德大会讲 是打炒房 炒什么东西呢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次是怎么炒的 因为建商一堆在建的时候 它是怎么买掉 当然希望越快速把它卖掉 而且能够按照它的价钱 把它卖掉 对不对 可是呢 它是委托给代销公司 代销公司有什么办法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把它卖掉 你看它现在的结合 我们讲这一次 这个新竹跟竹北的操作 来说好了 各位 竹北的操作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有预购单 为什么会有红单 然后再去跟建商签约 其实建商签约 最后是代销的现场 那在代销的现场 要卖之前呢 事实上它是不能拿出来卖 因为它没有核发建造 所以它先操作 它怎么操作 代销公司跟什么操作 各位如果常去新竹的话 你去看新竹有很多人 在上什么课 上投资股票的课 投资房地产的课 投资什么基金的课 这些呢 部落客呢 把这一群 族客人很喜欢读书 很喜欢上课 他们如果没上班 就去上课你知道 这一群人 人生这种没有乐趣 对 然后这一群人跟谁合作 跟代销拖外的这些操作 部落客操作合作 然后开始怎么样呢 举个例子刚才讲 新竹有个建设公司 很有名叫椰叉建设 每次它的案件都 奇怪都是有人 去排队 然后都用抢的 大家很奇怪 他就是这样 他很聪明 32万的行政 开了是不是 他说我拿出10户 可以 28万来买哦 只有我的粉丝团的粉丝才可以哦 然后呢 怎么才有 先签一个预购单 因为现在不可以买 你先预购 我把名单送进去 开市那天你去排队 因为那个红丹不是我开给你的 是代销现场开给你的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说这么多人 32万 28万买的对不对 大家都要排对不对 10斤 10斤就10人来排就好 没有没有 可以够一间口罢吗 你来排 你来排 如果排我才把建商拖 拖没28万 看来29万嘛 你要想哦 35坪的房子到40坪的房子 一坪如果差个3万跟4万 差多少钱啊 差了140几万 所以当然去排啊 所以呢 你就看到他正式开张那一天 现场就 30、40、50 排等等 排什么整天都在那排 为什么 因为只要排一天 可以赚一百多万 你看要不要 你怎么排以前跟我说的 对 我们都来排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操作 引起 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我现在排好了 我就说 给宪哥说 宪哥 宪哥说 你没多好吗 不然我一张给你探10万 20万 那个钟博哥 宪哥说 宪哥你不给我 你再探10万20万 就一关一关这样拿 结果拿了以后 这个钱 拿最多的那个 他去排10个 他找那个什么 找那个路上 我们在举牌子 卖房子那个人 他去排队 通通给他 给他这个什么 就是上班的费用 排完全部收回来 收回来就卖给宪哥 卖给宪博 卖给瑞德哥 每个都付给有20万 结果这一次为什么出事 就是那个收20万 总共收了几百万的浪杠 跑掉了 结果没有办法跟建商 取得代销取得 那个房子的 这个真正的购买权 所以是这样 所以政府要不要打 一定害怕 如果不打的话 我再讲一下 如果在台中 各位知道吗 台中现在热不热 热 刚刚有没有看到 台中的成交量是多少 交易量 5191栋 对不对 这么多栋 你知道他最多栋在哪里吗 在北屯区 超过1000户上个月 移转的栋数 那台中怎么玩 台中是 可是他不是找一个人说 买了80户 那不会太狠 那要另外一个案子 那个就是玩新竹那个手段 玩过头 然后就被打 如果说10户就不说 80户不会太狠 那个生贵头 抱歉 不是 那个生贵头 一定要把 所以我觉得这个打炒房的态度 所以北屯为什么那么热 在102 103年的时候 那边刚推出的时候 没人买 但是有人去买 买了以后 现在还陆陆续续去交屋 还赚钱 所以后来的建商 当初推十几万 后来中间二十几万 现在都推到三四十万 那大家都去排 所以这个热度在台中很高 所以这间房子 如果说 竹北这么吵 台中这么吵 我们台北也没这样啊 台北市也没有 新北市也没有 政府能够直接打房吗 不是 但是打炒房这些动作 这个态度跟这个动作是必要的 一定非常重要